民国96年8月6号近百名如族男星村民群聚在便电所预定地上 近待台电人员前来 要当面向台电公司表达村民反对便电所设置地点 距离加油站及住在区过境的立场 当年在村长电话联系后才得知台电公司临时决定把6号的测量工作延至17号 当年村民再也压抑不住愤怒地说 台电公司分明是不想和村民面对面谈清楚才会取消测量工作 当年由于这场集会并未经过合法申请 在警方举牌警告后村民也只好无奈地解散 但是炎热的天气似乎也助长村民的怒火 当时村民们扬言若是台电公司不拿出沟通诚意 那他们不排除抗争到底 记者综合报导